8月10日 随着吊车将最后一瓶轨牌稳稳地放在长龙特大桥上 广东省清远市慈福旅游专线全线轨牌顺利贯通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最后一瓶轨牌 铺上来以后就是全线 我们总共有1500瓶轨 就全部贯通了 清远慈福旅游专线是广东首条中低速慈福旅游专线 不同于其他的列车线路 慈福列车对轨道施工的质量要求更高 工程人员介绍工程工况复杂 也无施工经验可接见 而且这个工程是首次面临了高蹲段隧道段 还有两次上川京广 一次下川五广 就是面对这些复杂的工况 项目和公司成立了科研公关小组 到目前为止我们申请了专利18项 其中实用新型专利是13项 轨排全线贯通后 测量人员还将通过全站仪对轨道进行精条 轨排精度要控制在0.5毫米以内 经过对轨道二次精条 连条连试 试运行等步骤 清远慈福旅游专线就将开通运行 时速为120公里每小时 另一边的车库内 新一列慈福列车也刚刚运达清远 这是中车长春轨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为清远慈福打造的新一代产品 列车的车厢内部与平常的地铁车厢相似 但车厢之下就是慈福列车的魅力所在 通过上浮 慈福列车行驶过程中将与轨道实现零摩擦 从而拥有更环保 更安静 更舒适的优势 这个车辆其实由机械系列 电器 电子 电磁 综合技术组成的 其实说到慈福实际上是一个高技术的 而且是一个多产业的这么一套系统 目前我们中低速慈福系统 完全能够实现国内的自主制造 自主研发 而在近日 有专家提出 可考虑建设时速达到650公里的 粤港澳大湾区慈旋浮线路 这样的构像也引发诸多讨论和期待 对此 于清松表示 从120公里每小时到600公里每小时 这需要城市的规划和政策的支持 但在技术层面上 120与600之间距离并不遥远 当然如果长距离的运输的话 也可以用慈福去解决 慈福交通呢 由于它没有轮轨之间的这种摩擦和粘着 这样的话 它可以获得更高的速度 速度可以到500公里 甚至是600公里的速度 目前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技术研发的储备 也具备开发时速500公里600公里 慈福车的能力 而且相关的车辆产品已经开发出来了 正在做相关的测试 如果后续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 一定能够会提供相关的产品 满足运用需求